你一定要记住啊 很多人还是以为 剥胶鱼头是蒸出来的 那你可就搞错了 其实不用蒸的鱼头更好吃 八块一斤的鱼头 鱼中间破开 鱼肉厚的地方打好滑刀 有鱼骨的地方多砍两刀 新鲜的鱼头 其实是不需要腌制的 只需要和我这样 在清水里面放葱姜和少许的盐 再把鱼头放进去浸泡20分钟 这样泡过淡盐水的鱼头 鱼肉更鲜美 每天给你们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麻烦你 给个红星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锅中爆香酥姜蒜 再放入煎好的豆腐 把鱼头整齐的 拌在豆腐上 蒸鱼头 我喜欢用这种调制好的剁胶酱 这个酱是大厨 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其他的什么调味品 给你们用了 加一瓶中秋节没喝完的啤酒 虚心增轻 带上锅盖 排大火动五六七八分钟 撒上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剁胶鱼头 不仅肉嫩未美 汤汁还可以淡翻拌面 喜欢的带进去做吧 谢谢 感谢观看